有这个民众也向中天新闻投诉说 到了知名的大卖场去买到了过期四天的泡面 中天记者呢实地到了现场去看 发现说这一款的过期泡面还在卖 那么卖场坦诚这也是内部的管理疏失 由于一般的泡面呢 这上头的保存期限呢都印的字很小 所以民众呢要买之前真的把酒啊背后斤 真的要看仔细的 不要买这个过期的商品买回家 到卖场买泡面 或加上各种包装口味 琳琅满目 随手拿起一包发现 保存期限竟然是2011年6月12号 早就过期的商品却还在加上贩售 民众向中天新闻投诉 在知名大卖场买到过期泡面 看看发票 民众在6月16号买的同一款泡面 也是6月12号就过期 记者实际来到卖场 同一批过期商品竟然还在加上贩售 超过6月12号啊 我不知道他们也会 因为我这次没有买泡面 来这边买就是新的那种品牌啊 他们就是内部这样子管理不好 可能是我们工作人员的那个 先进先出的那种工作 比较没做到确实 仔细检查 加上其他泡面 都在保存期限内没有过期 但卖场内 上百种泡面 硬制的保存期限都非常小 数字很难辨认 消费者买东西前 要是不看仔细 很容易把过期瓶给吃下肚 追究留意情黄佩如 高手报道 优优独播集团